HELLO 大家好,我是SONYA,我是HANAGUN 今天是晚上,是吃宵夜的時間 螺絲粉 這個也是我上次在China Town的時候看到的 含碎大概4塊多一點點 很多人都在吃螺絲粉 我會想試試看的到底是多少次 本來想要打開先泡 因為我們有看這個使用方法的話 你至少要先拿沸水泡10-20分鐘才可以吃 後來發現它裡面開箱後是超驚喜的 想來介紹給你們 舌尖上的柳粥 我打開之後裡面就有這個 乾米粉 用心做好料 腐竹包 香脆才夠味 酸豆角木耳包 一包花生 香料包 辣加油包 辣椒油包 酸醋包 我看不懂這個剪幾次 老芸酸筍吧 裡面給了這麼多東西 有沒有覺得很驚喜的感覺 首先那是要拿這個乾米粉 用沸水泡10-20分鐘 沸水泡了 乾米粉泡完之後變成這樣 進一劑豆的感覺 然後接下來就要把這個 全部的東西放進去 用沸水煮滾 好了 我辣油只有加一半 有嗎? 花生咧? 怎麼沒有看到花生? 你有放花生嗎? 那我要來吃囉 咳 沸水煮滾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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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只放一半欸 我愛 可是它的味道真的很香 但是,好嗆喔 嗯,我不能再試試看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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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它的辣油會 整個這樣 蔓延到喉嚨上面 然後就很不舒服 我要含它 我沒有辦法吃完 我喜歡 我不喜歡 Sony啊吃不下了 所以現在又由我來接手 我剛才只喝一口湯 我就一直打嗝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剛才煮的時候發現 螺絲粉其實就是一種米粉 可是你們可以看到它非常粗 不過還蠻 還蠻好吃的 我像從第二套一直打嗝 有沒有人知道什麼 那個止嗝的方法 我記得有很多 民間秘方 我有聽過的是什麼 一早嚇到就不會打嗝 還有人說灌水 可是我試過 我覺得灌水沒什麼用 還有人說打嗝是長高 你相信嗎 長輩說了 算 算 回到螺絲粉 辣油 我覺得很香 有那種花生油的香味 也要 算敢吃辣的人應該都OK 就像我其實沒有很會吃辣 就是這一碗 還可以 它是 我喜歡的那種辣油 就是 香味大於辣味 不是真的 故意要辣死 辣死你的那種 我幫我把油弄掉欸 這樣變成這樣 好紅 好厲害啊 這裡 小心 這樣子就好吃好多了 我肚子好餓 嗯 嗯 不要加辣油的時候 吃No.1的 快點吃 那你還要錄嗎 跟大家說掰掰 好 說完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啦 我吃的有點痛苦 好掰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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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沒有推薦的那個 嗯 指格方法 你不是在幫我用這個嗎 有沒有推薦的 螺絲粉 因為我覺得它不加辣油 很好吃 我實在說我覺得 噢對阿其實 聽說有名螺絲粉 不是這一家 好那我跟大家說掰掰 希望大家喜歡這影片 好嗎